五 六 六 三 二 一 准备 北京时间2018年12月8日凌晨 嫦娥四号探测器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而在遥远的太平洋上 航天测量船远望三号 远望七号接力跟踪 顺利完成了嫦娥四号海上测空任务 嫦娥四号的发射标志着嫦娥工程 首次实现探测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 由长征三号火箭搭载升空 而此次中国远望号航天测量船担负的任务是 对火箭及嫦娥四号探测器两个目标进行跟踪测量 获取其飞行状态 火箭发射十多分钟后 远望三号首先捕获到了火箭信号 长江三号发射目标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 摇退信号正常 约四分钟后远望七号接过了海上测空接力棒 顺利完成了入轨段火箭测量和着陆器测控任务 准确计算并向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发送了入轨结果 记者注意到 此次远望七号执行任务的海域并不平静 两万多吨的巨轮在海浪中剧烈的摇晃 对测控通信设备来说 这可能导致其接口松动发生故障 目前我船所处的海域浪高大概是2.5米 然后偏东风4至5级还是有一定颠簸的 因为外面风浪比较大 我们现在才准措施一个是我们机房是24小时值班 然后真的我们的机房内部的设施是每个小时巡视一次 然后对甲板的设备就是每天巡视三次 此外这也是远望七号船首次执行地月转移轨道断任务 面临着要在较短跟踪时间内进行超大椭圆轨道定轨的困难 并且由于此次发射弧段较长 此次任务需要由分处不同海域 相隔1100多海里的两艘测量船接力完成 对火箭与探测器的测量 因此远望七号既需要与远望三号密切衔接 还要避免两船相互干扰具有较大难度 从年初开始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陆陆续续的连条应该有30余次了 跟踪步进目标呢 也前前后后肯定有50多余次了 据介绍 在完成嫦娥四号测控任务后 远望七号还将于近期执行另一项测控任务